近期 俄美关系似有恶化的势头 俄罗斯多次以行动向世界宣告 谁侵犯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谁将会是俄永远的敌人 这其中当然包含对美国的警告 俄最近除了展示六种新式尖端霸气武器外 俄罗斯的核潜艇招摇经过芬兰湾 当然俄外交手段的强硬 对外一贯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 对外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美军也似乎见怪不怪了 与俄罗斯的几轮交手让他们深有体会 俄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这使得美国也不敢轻举妄动 害怕错误地判断俄的意图会导致无谓的伤亡 就拿近期美军舰演习来说 美军舰在黑海海域和19个国家开展军事演习期间 莫名其妙遭俄军演习导弹的挑衅 关键是俄演习导弹的发射 没有将任何预警信息告知美国 安全起见 美国只能将美演习军舰提前撤离黑海区域 提前结束了军演 美国有关报告表示 俄罗斯明知当时美演习军舰在黑海活动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也在黑海进行射击演习 这样做明显有备于常理 如果美国叫起针来 那无疑会造成误判 也就难免会造成冲突 美国认为 在美军已提前告知俄罗斯 他和19国海军将选择在黑海海域进行演习时 俄罗斯若也选择弓师在该区域开展演习 那一定履行提前告知义务 俄罗斯如此所为 显然对美军军舰产生了威胁 7月22日美利益网站 抗议俄演习导弹无预警发射的莽撞行为 他指出 美海军是全球性海军 美国军舰有权利选择到全球任何海域进行演习 俄罗斯没有理由挑衅滋势 继续执着只会造成带来无谓的冲突 俄罗斯要救该事件给美军带来的威胁正式道歉 不仅如此 俄罗斯很多军事策略都会加剧美俄之间的摩擦 例如俄曾对外表示 凡是闯入其禁区的非本国武器装备 俄指挥员可以先斩后奏 无需做任何请示只管开火 事后 俄为新网声称 俄实弹演习计划已提前向外界公布了 俄无需再单独向美通报 此次俄在黑海海域开展实弹演习 与美国的军演重合也纯属巧合 至于美军舰是否会不小心到了 危险区域与俄罗斯毫无干系 美军舰要提前接触军演也是他的事情 至于俄要求指挥员遇到威胁 第一时间先开火 再报告的处置程序 美国无权力指责批评 俄罗斯有权力采取任何手段捍卫俄主权 再次参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